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睁开 赶紧帮我也剪一下 张先生 除了前面这条通道之外 没别的路 有麻烦来了 那是 这什么怪物 哪有那么大的蚂蚁啊 不要过来 滚开 滚开啊 下面挺热闹啊 里面果然有陷阱 老大英明 好了 有几个人在这看着 咱们下去看看 张先生 小薰这些蚂蚁 他们都变异了 这些应该都是神法会做的实验品 要不要带过去 给未来研究下 你居然能斩断我接近的手环 你到底 是什么人啊 就是个小宝安 想活命的话 待在这不要走动 是 算了 先办正事 没错 这四周的壁画 跟我在师傅棺木里看到的那块一样 找到了 是你 陆老头 小张玄不必奇怪 这是我的虚影 你看到这个虚影 说明那些人已经开始挖掘古石玉器者的陵墓 啊 神法会是在挖陵墓 但不知道跟陆老头说的是不是同一伙人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神法会的活跃只是一个开始 曾经有一股超出我们想象的势力凌驾于所有的存在之上 神法会仅仅是他们衍生出来的一个组织 九局 地下世界 光明岛和他们比起来都太渺小了 这股势力从始至终都选择隐藏在黑暗中 暗中观察整个世界 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 甚至能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 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得到英灵殿 英灵殿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宝藏 谁能掌控英灵殿 谁就能掌控世界的力量 我很欣慰 你能来到这里就说明他们已经暴露 你已经成长到 让那些人感到危机 我各自长高了不少 陆老头 你应该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忌惮你 因为你拥有能继承英灵殿的血脉 我 但以你现在的能力 还达不到继承英灵殿的条件 所以我这一次出现 只是为你指条路 一条你接下来该走的路 保命 他们一旦得知你已经知晓英灵殿的存在 就一定会想办法杀了你 不要小瞧他们 他们的实力超出你的想象 陆老头 你应该很了解我才对 帝与君王不做逃避的懦夫 你说什么 不愿意 这对话都能接上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躲在哪里 操控这个虚影 很好 不愧是我路眼的徒弟 这座陵墓里由我留给你的断剑 带着他去神圣天国 到我曾带你去过的地方 找到我留下的礼物 我就在那里等你 等我 那你现在到底是死是活 等我解决了审法会 就去找你 陆老头 该死的 少了一个人 那人去哪了 他是不是知道东西在什么地方 该回去了 你们要是不说 我可要杀人了 那个他怕的炎夏国人 和我们没关系啊 把那两个娘们拖过来 好嘞 有种逐我来 欺负女人算什么男人 来什么来 我对男人没兴趣 你看着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 我来自匆匆夜色 我藏在哪个角落 别问我究竟为何 我天生主角命格 所以在看不见 是我做我自己神佛 深海的深海之外 主宰着货被主宰 如果你看到奇怪 因为你走错了时代 被钢筋水里覆盖 谁听过他们自白 when my power will go back 啊 啊 这主意是